警務處處長鄧炳強一連兩日批評有個別傳媒刻意抹黑警隊 又說現時雖然未有法例規管假新聞 但警方可以根據港區國安法調查涉及煽動或煽惑的行為 林海彤報導 有報章刊登一張學生在模擬港鐵車廂 拿著仿製槍指向同伴的照片 鄧炳強再度回應事件 這張照片本身是其中一個考慮因素 而你怎樣報導的角度 如果你用一個煽動性的分化 或者用誤導性的企圖 是希望令到一些人支持警察會害怕的話 我想這些就是不能接受 他又提到本港暫時未有定義 甚麼叫假新聞和怎樣規管 但警方可以根據國安法調查違法行為 認清這些是外國或外部勢力的代理人 在香港要做一些古惑人心的事情 我們要反過來監察他們這些行為 只要有任何人去違反任何法例 如我所說 無論是煽動的法例也好 或者一些跟國安法有關也好 或者其他的法例 我們都會採取相應的行動 他澄清不是個別針對某些傳媒 鄧炳強說涉事部將無回覆警方發出的投訴訊 警方都有向報業評議會發訊 報業評議會就說沒有調查權 但會提醒對方 有線電視記者林海同步到